金曲歌王陈奕迅近日到澳门举行演唱会 期间用广东话与歌迷们交流 并感谢大家前来支持 明晓有一位女粉丝大喊要求陈奕迅讲国语 让她的脸色瞬间变得严肃 接着搞笑用泰文回应 还用英文表示 我喜欢用自己想说的语言来说话 陈奕迅认为该名观众说话应该要有礼貌一些 加上麻烦或是请听起来会比较好听 所有她继续用广东话聊天 还赌气表示听不懂就算了 相关影片在网络上疯传后 引发两派网友论战 有人认为在澳门演出 可以唱粤语歌没问题 但聊天还是用普通话比较好吧 而且现场这么多人 对歌手喊话当然要简单直接 不然台上的艺人可能听不见 但有人直言 若听不懂粤语 其实没必要去澳门场 也认为该名观众的举动很没礼貌 因为陈奕迅并没有拒绝说国语 只是希望对方的态度好一点而已